2016年5月23号,百个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来自新宗日报的评论,题为等待下一次的激情 24年,大马再一次与汤杯擦身而过 人民从一开始的灵期望再到惊喜、期待 但美梦不久,梦醒、梦碎 大马依旧遗憾收场,仅夺得寄军 新宗日报随私遥想,专栏作者张昭敏对此有感而发写道 再多的失望,再多的遗憾也不能改变什么 如今大马雨潭除了李宗伟,依旧是李宗伟 大马雨潭的未来到底在何方? 与总和球员必须仔细思量 另外作者也写道 曾经我们为了一场球赛而忘卧 曾经我们不分种族,不分语言地为同一个国家队而兴奋 曾经我们是多么认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球员 如今这些畸形去了哪? 除了等待,依旧是等待 让我们一起坚信,总会有那么一天 第二则的评论是来自光明日报 题为鸟龙鸟士一裸框 无论你是故意、随意、得意或肆意批评朝廷者 将一律被禁止出国三年 针对移民局推出的新措施 光明日报专栏华山论件作者 飞刀李循欢就将之比喻成鸟龙计划 作者在文中写道 移民署向来善用朝廷富裕的权限 然而鸟龙最大的争论点就在于 移民署到底是如何定义鸟龙的潜规则 纯粹是用来吓唬人 还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侠客 一切移民署缩了算 作者也说 此计划完成就是典型的顺者昌、逆者亡 如果下回不幸遇上鸟龙来袭 只好乖乖封嘴不谈国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